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怎么调 哈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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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花很长时间 那么我们这也是 我们 我这张创作哈 本来一开始是很简单的一个画面 后来慢慢慢慢变成这样 开始的时候 本来我只想花蓝色配了谁 基本上是他一个人 后来就加进了这个新世界计划里面的 这边 估计大家听 有人说我的画面 怎么 流鬼随神 他们这种说法是政治不正确 我真是一直在历史 真正的历史 是现实生活中的现实政治 因为这个 你说画面哪些东西可以缺少 狗 还是人 都不能缺少吧 顏色 灯光 都不能缺少 不同的概念是 新桥期本身是50个州 一个州一颗星 50颗星 新桥期不知道有多少颗星 还没怎么画 仅仅是更多颜色 所以 很长的时间 朋友们看到我的绘画进程 可以感受到我的创作工作的进程 当然我还平常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不仅是绘画一样 可以感受到我的创作工作的进程 不仅是绘画一样 有些人认为绘画艺术好像是画画而已 就挺简单的 不是那样 完全不是那样 像我这样的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绘绘画艺术 是非常艰难的 现在人类都不这样画画了 他们都不画像个东西 都是画的当代派 就是什么都不是那种 就 麦哈顿起码上百家画了 可以说一家 都有像我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 这种现实主义 就是什么都不像那种 比如说 我这个是谁就是谁 这种是很艰难的 现在人类都不这样画了 他们觉得太困难 不像这样 所以 越走越远 就走到了现代派 所谓现代派 叫当代主义 现代主义 这种画 就是 由画家 虚构的一个虚拟空间 虚构的一个虚拟物体 就是什么都没有 你觉得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你觉得它像什么就像什么 它也没有人没有我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当代主义 这里 我不想去哪个 就我这个也是当代主义作品 就我这个也是 我的调色版 我的调色版也是一张非常非常好的当代主义作品 以前我介绍过调色版 我的调色版 一百号 多少号多少号 像 纯粹的 绘画的当代主义作品 搞调色版差得很远 他们 如果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曼哈顿的任何我展览厅 看他的主义 都没有我的调色版 丰富 特别是 特别是 苗顿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 啊 博物馆 叫摩马博物馆 就是现实主义博物馆 他的作品比我的 现实主义作品差远了 可能会说 当然我大的作品摆不出来 因为这里这两张 都占了很快的位置了 为我的朋友给我的赞助 这个 如果 喷嚏石流流 我自己 这两张大的作品都不可能画出来 只能画小小的 这需要很大的空间 需要很多很多实验 所以 一张艺术品是不容易的 艺术是人类共同财富 不是我一共的财富 我有一千多张艺术品 希望朋友们给我赞助 我把我的一千多张艺术品 做成一个博物馆 供人类参观 这是人类文明的基因 是 美国的一笔财富 我没有什么东西 为美国人做出贡献 我用我的艺术品 为美国人做出贡献 这是我的贡献 我每天 从早到晚 都在工作室 进行绘画艺术创作 我还有其他事情 所以 这张画 大概起码在三个多月吧 三四个月吧 你想 每一个人 都要去认真的研究 加上我们的资料来源 非常的不好 资料来源非常的不好 也会连重影响我们的绘画精神 会影响艺术效果 因为现实主义画画 它需要很具体 不能凭想象 有人说 你都认识那个人 你就随便画就行了 那能够随便画吗 像说话能够随便说吗 不能随便说 我们还是转到政治 但是 嗯 我不仅是一个艺术家 不仅是一个专业画家 我也可以说 我是一个政治家 我对政治非常了解 对中国 对美国 对人类未来 非常了解 特别是最近以来 特别是最近以来 跑东方 一会儿跑西方 我看这些跑过去跑过来 这些方法非常的老套 制裁也好 围毒也好 都是非常老套的 这些方法行不行 行 我们欢迎 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 但是呢 对 现在 这样一个 习的中国来说 没有多大用处 仅仅是政治正确 一个形式 做一个形式 没有实际上的意义 实际上 这个美国没有想法 解决中国问题 因为中国对人类世界的 破坏是非常巨大的 中国现在由于有这个能力 破坏整个全球 摧毁人类 共产党自身的问题 也有美国的问题 没有美国的支持 共产党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所以说美国上上下下 一会儿东方 一会儿西方 一会儿这个 跟谁谈话 一会儿随便会谈 这个会谈 都没有意义 问题出在中国 问题出在美国 问题出在美国 出在美国本身自己 本身自己 总是去支持中国共产党 美国本身自己 出去了很多问题 造成了共产党 无孔不如 所以这个问题 是美国本身自己的问题 造成了中国 大美国 摧毁人类 有了可乘之一 所以这个问题 人类的好多日子 已经过了 已经过得差不多了 所以 现在想玩玩新的东西 也不够了 玩黑蛋也不够了 打不到目的 玩病毒 病毒是最厉害的 但是由于政治正确 病毒也不能说了 中国病毒也不能讲了 可能 全世界的政治家 为什么不提病毒 不提中国病毒 不敢提中国病毒 为什么 难道全世界的政治家 都是傻瓜 傻得这么 这么可爱 其实 他们大多数 他们是知道的 他们懂 他们就是因为政治正确 不讲 让这个世界烂下去 因为现在无法解决 现在的问题 美国的问题 人类的问题 可以说 没有现在的政治家 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决问题 不管是上级的川普总统 也和现在的责任党 都不能解决美国本身的问题 和人类的问题 和人类的问题 所以 让它滥下去 是正常 或许人类的未来 就葬送在这个时代 或许这个时代 二十一世纪 人类就可能已经结束了 再来说 美国 西方 现在的俄罗斯 跟中国联手 挑战美国 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 又开始进军 进军这个 好像是不可能 有巴尔干地区 准备挑战美国 俄罗斯想占领克林比亚 占领了就占领了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占领呢 中国为什么不能占领台湾呢 俄罗斯想占领就占领了 继承事实 继承事实 那么中国也要继承事实 现在又占领了这个香港 香港是完完全全彻 彻底被中国占领 美国谴责有什么用 有用吗 美国谴责都是一个假话 是个假象 美国不能提 不敢提 中国不仅占领了新疆 占领了台湾 占领了新疆 占领了西藏 现在占领了香港 下一步又是占领台湾 现在也占领了整个南海 整个南海工程都是抄家的 这里美国打印 当然这两天 美国两艘航空母舰 现身南海 跟中共的辽领号对峙 我不敢打 中国是不敢轻易打 中国是打不过美国 这是现实 但是 中国有它的底气 现在的战争是谁切出手 谁出手 谁赢 所以 搞坏 是有没有这个胆量 美军没有这个胆量 美国没有这个胆量 下一场战争 就是我说的人力终结战争 谁切出手 谁也 谁切出手 谁也 决灭 持百战 缺书 为什么 中国人可以提起黑弹 把所有黑弹扔到太平洋 美国人都在干嘛 美国的航空母舰 美国的航空母舰 你的军事力量 弩比的强大 全世界所有军事力量 加起的也不是美军对手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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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中国为什么还有这个底气 跟美国开展 跟美国打 因为中国的人 中国的钱 中国的力量 都在美国 美国几乎就是中国共产的 美国就是中国共产的产品 虽然打不过美国 但是中国有中国病毒 哪天只要把中国病毒也投放出来 可以说人力就已经结束了 美军的肉体自身能够抵挡吗 美军的航空母舰能够抵挡病毒吗 你的回答 优优果断 还是按照脑袋的方法 一会儿会谈 一会儿去拥抱共产党 一会儿去跑欧洲 一会儿跑东方 能够解决问题吗 不能解决问题 美军美国人的选择 没有别的退路 只有退回中国 问题 可以让让 现在让都让不了 你就是把美国让跟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也不会放过美国人 所以美国人不把中国这个问题处理 美国就完了 我说美国完了 当然是美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非常巨大的 是个最热的国家 但是呢 由于美国政治出现了问题 造成了很多的困难 这个困难要美国人自己去解决 如果美国不自己解决 不解决不好 那人类的终极战争 就没有美国的事了 中国人一旦投投以后 还有什么谈 我又要跟中国共产党谈谈 跟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可谈的 中国共产党这么邪的一个同志集团 你还要跟他谈 跟他品气品重 你就是承认他 根本就不用跟他谈 要跟他的就是飞机打炮 要跟他的是黑平 跟他的承认 就是跟他的存在 说凯利要访问中国 去到上海谈判 这相当于是投降 相当于美国投靠中国 美国也要走社会主义 那么你 美国走社会主义随时老大 难道美国是社会主义老大吗 当然起来可能美国是老大 但是社会主义中国才是老大 美国你有中国的喜悦吗 没有 美国你有中国恐怖吗 没有 所以中国才是老大 那么你去投靠中国也是自然 说中国人说 中国人不承认美国哪一套 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因为社会主义中国才是老大 你美国不是老大 现在中国共产党 渗透了全世界 渗透了美国 渗透到美国的双方便便 渗透到美国习业 所以经常人说的 要让美国丢都丢不开 让美国觉得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难解难分 然后这样才可以把美国打败 才可以可能把美国烂掉 是的 经常人说的很多打击美国的方法 他的方法都是很致命的 但是美国人看不懂 我感觉的 我用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视角看这些问题 很多人觉得 觉得我说的话 好像有些违也松听 其实不是违也松听 很多事情宁可想的恐怖一点 也不要什么消心 比如说去年的现在 中国病毒从中国投放出来 谁想到中国会投多呢 谁都没想到 谁想到中国病毒有这么厉害呢 谁都没想到 我很早就说这个病毒是中国投出来的 当时我的圈里有很多的五毛 成千三万的五毛 现在事实证明 基本上所有人都清楚 只有政治家不说 但是最近的病毒开始也说了些 比如说 下一波的病毒出来 可能就比现在的病毒要恐怖十倍 事实上恐怖十倍都不止 恐怖百倍都可能 下次病毒投放出来 可能就没有机会活了 就活不了了 或者这个问题 这个脏活只有中国人能够做出来 新世界计划里面减少人口 可能病毒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说全世界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都知道病毒的哪一面 病毒的过程 制造病毒的过程 都知道 因为政治正确大家都不讲 让这个世界慢慢滥下去 目的解决了 人类也没有救 因为人情已经不在了 美国的影响力是一天不如一天 因为美国自己说话不算话 因为美国你自己去拥抱中国 特别是跟中国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美国的影响力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美国就基本上就完全的衰败下去了 虽然美军仍然是非常非常强大 美国的体量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是个巨人 谁都怕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怕 它可以蚂蚁和大树 可以把它吃掉 美国人可能想都想不到 我们走着瞧吧 我们见证历史 见证人力 见证美国 见证中国 但愿中国统治全球不能成功 在这里简短一点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YouTube 传播的YouTube 关注我的Twitter 我的文化作品 购买我的艺术品 我们在这里也对华语区的朋友们讲解 华语区的朋友们可以购买我的中国话 我的中国话是画得非常好 我的山水花料 画得非常的好 那天我拿几张出来摆着人力 在视频里面展示一下 山水花料不分 希望朋友们喜欢 YouTube 我在里面才可能得到传播 才会有更多人知道 好吧 今天晚上就在谈到这里 谢谢我的朋友们 再见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 再见 明天晚上 再见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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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